好,我們看一看關於這個application的trichonometry問題 然後它就很明顯問什麼area of the shaded region 這個圖形是一個圓形,我們知道它的半徑是10cm 我們怎樣找這個shaded region呢? 我們的想法就是,我們應該是這個sector 減走這個三個人的面積 好了,那我怎樣去計算呢? 首先,我們要知道那個angle是多少才行的 那這個angle呢,就這裏是angle at circumference 35度 我們知道angle at center twice angle at circumference 那這個是它的兩倍來的 所以angle boc 我們知道是70度來的 好了,然後我們知道這個angle已經很足夠了 那為什麼呢? 它現在知道這個radius是10 那我想找satar area of sata 的obc才算 那這個就等於什麼呢? 就是整個圓形面積先,pile square 就是這樣去計算 然後乘回它佔的度數 over 360度 那這個呢,就是那個area of sata 那你可以呢,照計算了 那你計算出來的數呢,就應該這樣說 應該是大約等於 大約等於就是一個61.087 寫五個有數字 好了,然後我們要做什麼呢? 我們就找area of那三角形了 就是area of triangle obc 好了,那這個呢,你會怎樣處理呢? 我們就是用2分之1absin c去做 那2分之1,然後ab都是10的 因為兩個radius,ob和oc的長度都是10cm 然後sign那隻角,我們找到那隻角是70度 那我們也是找到這個大約的數 那大約的數是多少呢? 那我們可以按計算機 那這個呢,就大約是46.9幾的 那,然後用回上面的數 減走它,那所以你覺得到結論呢 就是約摩14.1,那答案是a了 那答案是a了